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来我真的没有开到super fans 所以老徐什么人还是要去找 是不够细心 如果大家想在帮一下老徐 记得 在看直播时可以把super stickers 还有super chat 如果你是看エアーカー的朋友 你可以用super fans 你也是说的不错 我觉得最好最实际的 就是看广告 不用用你们的钱 用YouTube的钱 那是不是好很多呢 说今天的新闻 就是最近盛传精神领袖 患了一个致死率非常之高的 达到98%的疑线癌 这个疑线癌就是乔布斯 Steve Jobs那时候患的病 最后乔布斯 瘦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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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很厉害 之后就离开世界 现在盛传精神领袖患了这个病 一个网名叫做北京护士 自称是中国国内的护理师 他翻墙去海外论坛发文爆料 习近平疑似罗患疑线癌的消息 随后这个消息被出口转内销 就在大陆盛传 大家就在网络平台热议 这个护理师这个网友就说 习近平近日身体不舒服 身形消瘦 于是去了北京中共解放军总医院 301医院 做健康检查 哎 想不到 不检有自可 一检 原来患了重病 这一名护理师就表示 消息来源是来自他一名护理师好友 不过这个护理师好友 又不是在301医院那里做事的 原本这个消息 大家听了之后都一口笑了 但是后来就有些网友 就把习近平在17日出席这个前全国政协副主席 张克辉告别仪式的时候 同时23日出席这个乌兹别克总统会谈 就和这个三个月前的李克强那个的 追悼仪式那里的习近平比对一下 咦 有颈滚了 发现习近平的下巴 那个的颈 肩膀 似乎都好像瘦了 缩了啊 于是就开始有人相信了 一定真的患了病了 事实上我在WhatsApp那里 都收到很多朋友 传这个讯息给我 我的反应就是说我不信 但是我这个朋友就不是 似的 你有看过这些照片吗 我上网搜索了 上网是不是真的这么大的分别 是不是真的形体销售 这个就是那个张克辉告别仪式的习近平 不是很瘦而已 都是一条死肥仔 这个就是乌之别克总统会谈的习近平 都不是很瘦而已 是不是 即使是瘦了都好 都不是有太明显的差别 老徐时那时都会是这样的 有时肥有时瘦 或者有时光线打下来 就会产生这个肥瘦的效果 有网友 于是就认为 身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 应该照计他身边有一个医疗团队的 是最顶级的了 管制也极严的 消息应该没那么容易披露出来 这个呢我就buy这种说法的 就是我认为呢 第一首先 喂 这些消息 这么容易出来 这么容易追回的 你说他去301总医院 有人够胆说出来 这些消息是一个叫做国家机密来的 没有人呢会是用这个方式去披露出来 随时没命的嘛 现在呢 终于习近平亲自出来辟谣 犯了一线癌 所以二百五输成了二百斤 你们才有病 我那是忧国忧民 为民消的人憔悴 看来这次的股大跌 不是因为中国的GDP大涨 不是因为对中国经济没信心 而是因为谣传我有病 就像当年乔布斯患一线癌 苹果股价大跌一样 天降大任于我 倒车革命尚未成功 提前爆胎 不可能 大家想一想 乔布斯患了肝脏都能停几年 现在货源冲服 乔布斯在田几年又有河南 已经有网友在这里说 AI 503CMH 一看就知道是AI 没错是AI的 其实就算真的习近平精神领袖患了疑线癌也好 他有什么可能呢 找不到个疑状去和他传承 大家小看精神领袖担心 这个是AI的习近平 事实上现在AI的习近平越来越多 最近这个王明志那首新曲 也拿了习近平的声音 就做了一个AI的习近平出来 现在王明志的歌就只是用习近平的声音 用AI就把这个声音 放进去歌曲那里 变成习近平和他一起唱歌 暂时还没去到影像 但是其实要做影像出来 都是可以的 刚才那个AI就是用了影像 不过现在的AI很可能仍然 那个象征度有待改善 声音就很容易做出来的 声音要调教起来 细致地调教 令你相信他是习近平 都不是太难的 大家看看这个 强烈谴责8964天安门 打倒中国共产党 打倒独裁国贼习近平 光复香港 时代革命 台湾是一个独立国家 我都觉得这个也不是做得很好 可能比较粗制滥足一点 因为透过一个大家公众都可以用的APP 只要输入那个指示 和你的文字 就可以用习近平的声音说出来 接下来你可以看到可以是什么呢 Fake account Fake voice Fake image Fake image Fake news Fake news 什么是Fake news 就是他会用一个好像 新闻网站的形式 如果加上所有的AI技术 其实那些假新闻的象征度就非常之厉害了 这个也是老徐希望可以提醒大家 这些真的要小心一点 我也不是很鼓励支持民主的人 是会用这些手法 当然 搞笑 或者叫做 让人知道这个就是假新闻 那就不要紧了 老徐很早的了 那时候在特州行的时候 有一个叫封人院时间 封人院时间 我们就做过 以news的形式 说原来张保仔洞 仍然是有张保仔后人在的 我们也算是挺先进的 嘲讽这个新闻的形式 我也不鼓励大家 就算你说 我很想推翻一个政权 那于是就很想用一些的手段 如果今次这个刘梦穎 Twitter的帳户 是真是一个假帳户的时候 而又真是有些人就想把这件事 变化 令到那些人更加 憎恨中国共产党的话 那如果这件事一旦是 被证实是一些费帳户的话 那很可能就反而有一些叫做 变化 因为呢 那就会越多这些 就会越缺乏 这些反共的信息 所以这里也是这么说的 苦口婆心的 大家既是看这些事的时候要小心一点 还有呢 当你要分享的时候 你也一定要肯定 那是一个真正的新闻 所以做多些核实才能传输出去 好了 现在真是报这个新闻了 一些政局的蛛丝马迹来看 中共确实是乱过获足 就算习近平没有疑线硬也好 但是中共的政局实在是非常混乱的 那么这个中共政治局会议就在1月31号召开 这个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就亲自主持 那么会议就强调要抓好这个高质量发展 是首要任务 深化改革开放 确保中央经济工作是会确定的重点任务落实到底 深华社报道就说会议指出2024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 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 那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要坚持党中央领导 这个最高政治原则 为什么要强调这一件事呢 如果那一件事根本就是很自然的状态 你就不需要说的 还要用什么呢 就是说一定要坚持 就是有人不坚持 你要提醒他你一定要坚持 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这一句又是 就显示出中共现在里面的内乱 就已经是非常之严重 还有 要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个最大的政治 持续抓好党的二十大战略部署的贯彻落实 又是那种贯彻落实 有人不贯彻落实 所以听这些中共的文章 因为我们叫做正面文章反面读 另外这个会议的主要内容 其实是什么会议 就是要審议学习习思想的总结报告 很重要啊 学习习思想 但是现在经济很不够 那怎么办呢 大家看到 在今次的公布里面 竟然是没有任何有关经济的讯息 还有什么的景色呢 大家看到 就是三中全会的会期 竟然是隻字不提 那时候我也曾经在节目中说过 这个三中全会的日期公布 应该是在政治局会议 按照中共的惯例 这个二十届三中全会 应该是在去年年底举行的 已经没有举行了 到现在也没有公布的会期 那为什么会这么奇怪呢 一拖再拖 拖到现在有机会 两会开完都没有开三中全会 大家知道三中全会是谈什么呢 就是经济问题 但是现在经济一锅足这样 这个政府就下了很多的 叫做泵很多水到市场那里 但是还是没有起色 那些失业率又高 那些企业的倒闭率又高 有专家就认为 中共高层现在是遇上什么呢 经济困境和人事麻烦 因为如果开三中全会 就有机会要公布 外交部部长秦刚 前国防部长李尚福 火箭军司令李玉超 火箭军的政委徐中波等等 按照中共惯例 这些落马的中央委员 是需要通过召开中央全会 去确认撤去他们的中央委员职务 现在三中全会不开 那就不需要撤去他们的职务 现在外界猜测 这个二十届三中全会的一再延后 也有机会跟究竟如何处理这些中央委员有关 可能内部还未谈得到 所以这个就刚才我所说 从公布说 又说什么要坚持 要坚持坚持坚持 这个中央统一领导 现在三中全会不开 有机会就是因为里面还未谈得到 现在直到目前为止 秦刚李尚福先后避免职 中共官方仍然是没有一个官方的说法 究竟他两个人出现了什么问题 现在在哪里 但是有一宗新闻就很有趣了 今天的《星岛日报》就说 在1月29日军队在京全国人大代表第四视察组 去贵州集中视察座谈会 在贵阳举行 这个就是被传落马的巨干生 哇 名字很有趣 看到他在开会 于是就有说法了 媒体报道就说 这个巨干生原本捲入火箭军腐败案的 有长达半年都没有公开露面 今次这样公开露面法 就等同于效果是辟谣的 这个就很奇怪 之前《星岁岁岁》这人是很麻烦 很大问题 突然之间又现身 这宗新闻就让我们觉得 中共的情况 就不是这么猜得到 很多时候 之前可能已经有人说得非常实 就说这个巨干生 没有了 被免职 怎知道又出回来 那会不会再过一两个月 这个秦光 李尚福 会出回来呢 真的这个世界很难说 特别精神领袖这种的食神作风 你估计不了 所以我们不应该这么悲观 那是因为你悲观 经常都说很麻烦 我就看到 由智及卿的带来的好处 现在我就再进一步 我就看到大萧条带来的好处 现在有很多人说 中共现在是大萧条 大萧条才好 大家听我解说一下 这篇文章就说 大萧条有十一个特点 根据去研究 1931年的时候 美国的经济大萧条 原来有十一个特点 大家听我 美美道来 为什么这个都可以是一件好事呢 第一 普通人大量失业 1931年美国失业率高达25% 这个东西 中国就公布了一个 经过修改的计算方法之后 统计出来的新数据 他们调整了 这个测算青年失业率的方式 以便得到更准确的数字 在上周三公布的 去年12月份青年失业率 就是多少 只是14.9% 远远未达到 这个美国当年的25% 这个数字 就大幅低于 6月份的时候 说有超过20%的数字 我们看到 这个就是中共解决失业方法的 创新办法 就是改变计算的方式 这个是多么让人感到永远的幸福 永远理好的人生 你是不需要解决这个问题 你只需要更改 那个问题的计算方式 第二 生产过成 消费不足 穷人消费不起 中产不敢消费 经济螺旋下降 其实都没有什么大件事 因为为什么呢 有钱人不用说 他们的生活一定是不会受到影响的 有钱人 少几个亿对他们来说没有影响的 另外就是 中国现在是全球最多有钱人的国家 大家都知道的 还有精神领袖也已经宣布了 中国已经成功脱贫 所以中国是没有穷人的 所以不用想了 不用担心穷人 我们是没有穷人 之所谓是中产 吃得多是对健康不好的 所以现在折衣缩食 就可以保持身体健康 大家不用多谢习总的 他忧国忧民 用心良苦 苦口良药 大家只需要暗地 祝福精神领袖就可以了 第三是什么呢 股市崩盘 债市崩溃 利率上涨 工厂倒闭 或者削减工人工资 其实我昨天就已经介绍了 《讯报》一篇文章 《红文》 那篇《红文》就叫做 《经济低迷五大好处》 多么多么的高兴 多么多么的温暖 快乐人共兵肩 不用解释了 刚才说什么 投靠父母 是不是 所以是一件好事 第五 回归大家庭 年轻人和年轻的夫妇 投靠父母 或者是恶父母 极在不大的房子里生活 又是唱歌时间 多么多么的高兴 多么多么的温暖 快乐人共兵肩 真的要多谢明哥和达哥 作了一首这么有预言性的歌曲 第六点是 女性大量失业 那就好了 一家大小 不用再忍受 公仁姐姐做那些难吃的菜 大家可能拼了 你是不是在讽刺 公仁姐姐的菜不好吃 公仁姐姐做的菜一定不好吃的吗 妈妈做的菜可能更不好吃 喂 你是不是真的敢说 妈妈做的菜 当然比公仁姐姐好吃 第七点 男性不再注重外表 胡子拉渣 不知道什么叫胡子拉渣 就是三胡胡桑 在家庭的女性 以及保住工作的女性 不再追求时尚 回归传统审美更保守 穿更长的裙子 装饭更加女性化 这一点我真的不用帮她兜了 是不是 简直是回归自然理 老实说老徐也很想留肃 但是留极也不长 留肃当然是好事 是吧 第八点 生育率下降 你说多好 喂 夫妻二人 雙宿雙妻 乐得清静 我有三名的化骨龙 哇 真是天天在家里 吵怨八糟 放学回来 吵怨八糟 搞得我鬼这么紧 所以 好了 不散了 不散就是大家两个人 雙宿雙妻 大家两个老似的相伴 第九点 群众减少社交 人们大多 用纸牌 奇类 低价的电影 去消磨时光 更加多时间 就是和家人一起 放心 不会再唱明哥那首的了 又是多好 你看到 回归家庭 远离損友 每一个家庭 就成为一个孤独 绝对是好事 Simon and Gavinko 都这么说 I am a rock I am an island And a rock feels no pain And an island never cries 挺好的 第十点 精神区乏 精神病人大增 宗教成行 神棍和邪教 层出不穷 其实精神有什么不好 正所谓 自从得了精神病 整个人都精神多了 这句已经属于名言 大家经常听 精神病是很精神的 精神病是令人远离 现实痛苦 是好事 最后一点 第十一点 逆向城市化出现 回归农村 更精细地种地 获得粮食 真是一流 恢复农间社会 老徐较早前 做过一集有关长寿秘诀的节目 为什么有这些叫长寿区呢 其中一点就是 那些人很多是做一些农间的活动 这个习近平 精神领袖 对我们中国的领导 完全是利益我们中国人民的 令到我们进入衰退 甚至是大萧条 于是就获得上述十一大点的好处 好了 今天跟大家讲到这里了 多谢大家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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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